Hello 小伙伴们 大家好呀 欢迎回家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胡青娘娘 然后 这一期的视频是由大家来和我共同完成的 就是50问的快问快答 我浏览的顺序呢 是从点赞开始的 因为我这个手机在录像 所以我没办法看我账号的后台 然后 今天弹幕抽仍然是免费占卜 然后抽第67个小朋友吧 昨天是66吧 上一期是66 今天抽67 那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1个 娘娘塔罗牌实践经验如何积累呢 找我占卜人很少 自己也看不准 抽新闻的话不知道该如何对应实际 这个塔罗牌如何 实践 积累经验 这个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视频说过 就是你不要就是作为一个新手小白 你肯定是没有顾客嘛 那你自己要去找别人占卜 你懂吗 就是你自己要主动的提出 你有什么事想算呀 因为我从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身边的我们班的同学 然后别的班的同学 然后整个年级的同学 然后就是这样这样一点一点 慢慢的扩大的这样子的 所以说不要胆怯 然而现在呢有很多很好的网络平台嘛 然后你像贴吧呀 然后小红书啊等等 母闲鱼啊 其实都可以发的 对不对 然后微博呀什么的 都可以 这个方式根本就不局限啊 然后自己且自己看不准 那是因为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主观 主观的意念在这里 比如说如果你自己抽这个事 你觉得和你自己往往常的这个习惯呀 或者是和你自己平时的这个生活轨迹有所偏差的时候 你自己往往是难以愿意承认的 所以说这个是潜意识问题啊 自己还是要做到主观 占新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手办法 而且这个办法最好也是和你自己实际息息相关的 你比如说我经常做 我之前大家知道的两个案例 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 对吧 然后另一个就是那个那个疫情 对吧 然后呢这个其实你自己的 你是完全能够等待这个一个结果的 你看美国大选就就那么短短几 那么那么长时间 对吧 那你等待一个结果是很很很快速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等待一个结果 你敲不敲定 敲不敲得准 这个是很快速的 下一个问题 娘娘如何维持在神命领域不断进修 以及娘娘占卜师的起因 呃 先说是为怎么才能不断进修吧 其实首先大家 自学呀 或者是刚刚入门都是因为自己喜欢 或者是对这方面感兴趣 然后呢 我之前的视频呢 也有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 然后 你当你学完看完书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根据书上的关键词往往描述出来的事情并不是人话 就是你 我跟我自己的学生也说 就是你完全是不连贯的 因为你是几个关键词给他拼凑在一块的 那你占卜的时候 你并不是抽一张牌 而是很多牌 不同的排阵 不同的位置组合起来的 所以说你就是 无论是占卜也好 就是无论是塔罗也好 还真心也好 他都是做加法的 就是说 他怎么样会 就是把这个事情完整化 就是你自己其实也可以出这种 就是脑海里会有一些画面感 对吧 嗯 然后不断进修的问题 其实就是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去一些学习机构 或者是找一个老师 然后去学的 但是你自己 前期的话 这个塔罗占卜嘛 准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任何的占卜 就是觉得准 别人觉得你准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 最基础的 然后你先如果每一次占卜 你都能做好这个最基础的 然后你再不断的看更深层次的书 找更好的老师 也都是可以的 我占卜师的起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家里有做这个行业的人 不管是奶奶的爸爸 胎姥爷 也是在做这个行业 然后还是我自己的姥姥 本身也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所以说从小耳濡目染啊 喜欢啊 然后就不断的往这方面去发展了 每次给别人占卜完之后 非常累 从生理上感觉没有精神 这是为什么怎样调整这样的状态 首先呢 就是无论是从事 占卜师也好 还是从事心理刺行师也好 首先你有这种累的状态 那证明你对你的这个顾客也好 或者是你对你被占卜的这个小伙伴 你是从心理 或者是说 你是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了 为他考虑了 也就是说你是经过你大脑 也是经过能量互换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生 所以说人家把负能量往往都是输出给我们 然后你呢去不断的回应人家正的能量 好的能量 所以说才会导致你自己的库存就变得比较少了 就是这个意思 无论是从生理上感觉没有精神 这个往往就是 就像你学习吧 你学习或者是你工作都是一回事 这个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能给你就是建议的 如果我要是给你建议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有条件的话 可以适当的做一做疗愈方面 你可以去往灵修方面走一走 然后想知道巡护占卜有什么技巧吗 然后就是塔罗的话 不用你为和用你为是一样准的吗 我目前认识的老师 还是说我认识的同事 以及我自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用你为 全用正位去占卜的 然后但是我观点仅代表我自己 我没有试过 只用正位占卜 然后巡用方面有什么技巧吗 巡用方面我有讲过我的案例吧 你要偏得说是技巧 我觉得 就没有什么熟路啊 就是或者是捷径的 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捷径的 你觉得你刚刚看两篇书 你觉得咱俩的占卜 就是能一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可能你天资比较聪慧 那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状态的话 那你其实还是需要多学的 就是多学多练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的 你想我干这行人干多少年了 对吧 顺便八卦一下 娘娘日常生活是比较随性吗 有没有给安排自己工作量什么 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当占卜师吗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就是我一般也很懒啊 因为群星十二宫嘛 所以说我个人是一个很怎么说呢 就是 不禁懒 而且还是经常做什么事吧 就是 坚持不住 坚持不下来 心很浮躁的一个人 当然除了工作啊 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我是这样的 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每天没有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量 就是来了 然后排时间 然后给大家做就是一一的按着顺序粘就可以了 主要收入来源是占卜师嘛 你所见到的一切 我的手机 我的衣服等等等等 都是我 一个职业 就是占卜师这个职业所带来的 想知道娘娘最喜欢用哪些牌 有没有好看的牌推荐 哪些牌 我这个人嘛 天秤 大家都知道颜值狗啊 所以我最近入的是一个这个 就是 蛇和玫瑰 然后这个牌嘛 就是很好看啊 但是不适合新手 你们看不懂 因为 就他的牌面呢 都是这种做旧的感觉 而且这个摊牌的时候也很顺滑 但是牌面和你们想象当中 就是 如果没有基础知识 把握的话 我建议是不要录这一副 然后还有一副 就是老上常谈了 就是 我的甲方金主 给的这副 基凡西塔罗 公关礼 就是这一副 然后侧面是烫金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副买不到 因为我是两副嘛 然后一副我都舍不得拆 然后就拆了这一副 然后还有就是 你们见过的这个 精灵之光塔罗 这个也牌面 后面也是很容易弹开 然后也很顺滑 也很好看 但是牌面的话 你们 也还好吧 然后也都是伪特系的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最经常用的就是 女物质长塔罗 然后这个是用的 平时给顾客占卜用的最多的一个塔罗牌了 如何成为合法的占卜师 以及 经常给别人占卜会不会对自己有危害 然后底下有评论说 占卜前要给自己照一个保护罩 占卜完及时做行李不要 去供情占卜人的经理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 这个就有点神话了 就下面这个评论是有一点神话了 没有什么保护罩也不用设什么结界啊 如何成为合法的占卜师 这个在我们国家来说的话 没有合法或不合法一说 它都统称为封建迷信 就是这样 然后以及经常给别人占卜会不会对自己有危害啊 这个其实没有啊 我太爷活到太老爷活到了90 然后 我老了到现在也是健在 所以说这个占卜 并没有就是对自己人身有什么危害 只要你保证两样 一不练单 二不练金 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然后那个首次骗子和重拳反击什么时候再出一回 近期会给你安排上 然后想知道是不是适合学塔罗 没有绝对的人适合 也没有绝对的人不适合 只要你对这个有兴趣 想往这方面发展你就可以学 然后想知道塔罗在占卜数字和时间的技巧 这个针对于时间的技巧呢 我之前出过了季节判断 然后也出过了 上下午吧 就是大概是代表一天什么样的时候 或者还有那个月 月亮 也代表什么样的月项 上前月 新月 这个我都 记得我讲过 所以说你针对这个你想满月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近期什么时候是满月 对吧 那你这个具体的日期 也就估量出来了 还有这个时间的推断 其实很直白来说 每个顾客在问你问题之前 他自己都会问的 就是我一年之内什么时候会比较好 或者是说我未来三个月的财运会怎么样 对吧 他会这样子去问的 他并不会就是 你给我看一下 这辈子到底什么时候能起大运 应该在塔罗占卜里不会有人这么问 然后 技巧 其实这个技巧都是熟能生巧 对吧 这个 总想走结定 我就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 然后占星书籍的推荐 这个我首先推荐的是我老师David的书 就是人生的旅程 然后其次是他同事写的书 叫内在的天空 然后还有就是占星其实很简单 这个是有入门片和进阶片的 你们自己看也是很好看的 上面是有图文的 然后也是彩色的 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 然后下一个问题 想问问塔罗如何与实际具体事物对应 感觉自己解排停留在思想或者层面 概念层面不是很能具体到 自己的某一个事物 这个关于方位呀 行星啊 星座呀 这牌都是有代表 都有告诉你们 你们得 我刚才也说的是加法 你们得把这些信息 就是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带入进去 然后我解排的时候 我一开始最清楚 最简单的给你们讲的就是四元素 对吧 就是最直观的就能看出来了 这是一点 另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这张牌 对吧 你太阳本身代表的是 就是太阳这个行星 那它一般代表什么 代表是中午 对不对 然后它代表的是夏季呀 那对吧 那这个就是熟能运用啊 所以说在夏天的中午干了什么样的事 对吧 就往里带呀 包括 很多的牌 它也代表了就是尤其是大阿尔卡纳 它也很多的代表了身体的部位呀 对吧 你也可以带入啊 对吧 然后你暗指这个人的性格 那水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火像是什么样的 我解排 我好像讲过案例吧 然后想问娘娘 如果西方的一些魔法蜡烛 草药和佛教 道教 一些护身符 佛牌一起用 会让这些效果打折扣吗 或者是不好啥的 其实这个没有 就是会打折扣啊 或者是泛冲啊 会怎么样的意思 其实它都是在 给你的自身的一个能量做一个充能 也就是说它是助你的运势的 对吧 所以说并没有说啊 泛冲 或者是我带了道教的符 我就不能点魔法蜡烛 也不是说我带了 这个道教的符 我就不能去那个 庙里啊 因为佛教曾说过 一切法皆为佛法 大概是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世间所有的 就是法都是佛法的大智慧 那这个大智慧显现的只不过得看你跟什么有缘 对吧 你比如说你和西方的这些魔法有缘 你可能就认识了这些 你和道教有缘 那你可能就败在了道教 那你和佛教本身就有缘 那你可能佛教 那你和天主教有缘 你就是天主教 然后下一个 想知道灵魂伴侣和双生火焰的这个定义 呃 现在的灵魂伴侣 其实是一个很泛指的一个意思和意义 但这个灵魂伴侣呢 往往都是说 比如说两个人啊 你要特别来啊 你就说白了 就两个人三观可能特别合得来啊 我一眨眼 你就知道我要干什么 两个人存在一定性的默契 对吧 我一张嘴 你就要说什么 对吧 然后这可能被大家存在 称之为灵魂伴侣 那双生火焰呢 其实是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这种经历 或者是截然相同的 无论是家庭背景 出生经历 各种各种 然后两个人的性格呢 正好是成为相反的 然后呢 并且 这个我觉得你们大家不用考虑了吧 因为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双生火焰的概率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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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说现在已知在这个地球上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中国13亿人口 对不对 那这个双生火焰也就可能出现三对 那你就是万万人当中的那三个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我我都没琢磨过这我自己的什么双生火焰这种事啊 所以我就没有 特别深的研究 其实我就很肤浅 然后娘娘有什么比较好的塔罗牌推荐啊 我之前推荐过吧 我有发过这个视频 我记得 然后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推荐不推荐的 除非是那种纸特别不好 特别脆的那种的 就是印刷呀 或者是这个图案 其实每个人的喜欢和美感是不一样的 对我喜欢的 不见得你喜欢对吧 你喜欢的也不见得